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减少给乌东前线的增援补给数量 将大量的兵力调往北方 准备应对俄军可能的第六次哈尔科夫战役 其实关于哈尔科夫地方 为何成为乌克兰战局的兵家必争之地 为何在这里决定了苏德两国的姓王盛帅 此姓比罗 我们在当初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反攻战役的时候 就曾经做过论述了 一方面这是由于乌克兰的地形决定 哈尔科夫方向上大型工业设施 相比乌东敦巴斯地区要少 相对不容易被改造成堡垒区域 因此基辅哈尔科夫一线 从历史上就是展开大兵团机动作战的理想地点 而另一方面 乌克兰战场上特有的春秋季泥宁的问题 使得这里的战役很容易出现回合制的情况 因此在一个夏季或者一个冬季内 必须完成一场完整的战役 因此交战双方的目标都是夺取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前线城市 以等待下一个适合进攻的季节 而哈尔科夫作为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 对于俄军来说一旦夺取 既可以向西进逼基辅 也可以南下迂回切断乌东堡垒区的后路 当然了 由于俄军投入的兵力仍然较少 很难说他们会真正以哈尔科夫为目标发起第六次哈尔科夫跪战 或者以重新控制伊九姆红利曼等在上一次哈尔科夫会战中 失利丢失的城市为战役目标 只是由于俄军手中掌握着足以极大扭转战局的预备队 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究竟会投放到哪里 应该说目前在乌克兰的权限上 俄军都在进攻 并且都已经试探出了乌军实力不足的问题 目前俄军可能投入预备队的方向 包括苏眉方向 红利曼一九姆方向 红军城方向 以及南方的扎布罗热方向 当然这个可能性相对较少 因为这需要较短时间内将目前被认为正在北方等待的预备队机动过去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乌军参谋部来说 目前也只能是尽可能的拼凑手里的救火队 哪里失火去哪里 这显然就会削弱应对俄军投入预备队时的应变能力了 可以说从这个实力对比分析来看 今年对于乌克兰军队来说将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夏季 乌军也非常担心自己一旦丢失前线的一个或几个要点 就会导致乌军的全线崩溃 让俄军几个星期内引马地涅薄荷 在这样一个全线进攻的态势之下 俄军显然需要能够突破乌军防御阵地的武器 目前来看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粗暴 就是乌龟壳 从今年的4月开始网上就出现了俄军坦克 被申批乌龟壳冲锋的视频 而最近更是已经看到在车顶装满爆炸海洋装甲的特90M坦克 顶着乌军连番的FPV攻击向前冲击的画面 可以说这就是目前俄军针对战场现状 进行的有效的战场就变改装措施 可以说也验证了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观点 战场上永远存在着攻防向掌螺旋形上升 甲弹斗争远未到分出胜负的时候 从技术的角度讲 俄军乌龟壳那是很简单粗暴的 使用各种旧变器材 主要是各种建筑材料 在坦克车体上和炮塔上安装照住整个车体的踩钢棚子 虽然这个棚子会遮挡坦克向侧面的视野 甚至会影响坦克炮塔的转动角度 但是有了这么一个旁阵 却使得坦克能够应对从各个方向袭来的 多次的自爆无人机攻击 其实这原理说起来一点也不复杂 就是FPE无人机太小了 大部分FPE无人机所携带的武器 甚至是相当于60毫米迫击炮弹 甚至于是手榴弹水平 那么其相对坦克的主要威胁 就是通过刁钻的角度攻击坦克的薄弱位置 尤其是发动机舱 炮塔后部 敞开的舱盖等等 与传统的反坦克武器相比 这种无人机攻击的最大优势是 坦克几乎没有办法看到攻击阵后 传统的反坦克武器 比如说反坦克导弹 反坦克炮都属于直射武器 那么坦克成员能够直接看到敌人的导弹升空 或者反坦克炮的炮口火光 并且能够使用主炮快速进行反击 这也就意味着拥有重甲的坦克和几乎没有防护的反坦克武器进行对射 那么坦克只要战术合理 反应够快 往往是能够压制和摧毁对手的反坦克武器的 尤其是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能够集中使用集群冲击的坦克 和平摊在战线上的反坦克武器之间 往往会出现坦克对反坦克武器有很大的数量优势 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来说 集群坦克总是能够战胜对手 这也就使得苏联发展出了在库尔斯克战役期间 那种类似于冷宝的反坦克火力支撑点 将大量的反坦克炮集中起来部署在战场攻势中 并且形成类似于早期步兵反骑兵冲击的核子阵那样的阵型 各个冷宝之间的距离都在火力范围之内 敌人如果想要绕过我前面的堡垒 就必须要进入到我后一个堡垒的射程之内 并且将侧面暴露给我 一直到冷战时期 这样的反坦克防御思路依然是可以奏效的 但是到了今天 随着现代化炮兵系统和FPV武器的出现 这种传统的以直射反坦克武器攻击坦克的思路 也随之变化了 目前俄军和乌军的防御体系 都是以超大纵身为前提的 从进攻方的出发阵地到防御线之间 防御方会尽可能的流出 超过10公里的无人地带 或者说火力控制区 在这个地带当中 也会少量的部署前哨防御 用来击退敌人的小规模试弹性进攻 同时为后方的火力打击提供目标信息 敌人在通过无人地带的过程中 将会遭到大量的无人机取射火炮 远程反弹导弹 乃至武装直升机和空军火力的反复攻击 除非进攻方能够压制住防御方的炮火 夺取制空权 否则那几乎就是寸步难行 而无人机的出现 和当时坦克对于无人机防御能力的不足 使得即使是进攻方压制住了防御方的炮火 夺取了制空权 并且通过轰炸和前期的步兵突击队 进攻有效地削弱了防御方的火力 其坦克纵队仍然很难无损通过对手的火力控制区 也正是因为如此 乌军去年的扎波罗热大反攻中费尽全力 也只取得了极为有限的成果 而俄军对乌军的进攻当中 也屡次出现坦克装甲车辆被乌军炮火 和无人机打得满地残骸的情况 但是随着前线形势的变化 我们可以注意到乌军的防御火力现在被削弱了 他们的取射火炮开始缺乏弹药 空军基本已经不能对前线提供支援 反坦克导弹和步兵的反坦克武器 则会容易被俄军的反击火力摧毁 这样一来 对俄军坦克真正构成最大威胁的武器 就只剩下无人机了 所以专门用来防御无人机的手段 就成了俄军最急需的东西 从上次我们说过的电子战手段 应该说俄军虽然在电子战方面 仍然难以占据先机 但是其电子对抗手段 仍然能够对乌军手中的很多无人机 形成有效的干扰 使得乌军能够用来攻击俄军的无人机数量 还是减少了 这已经算是这套系统发挥了其射击作用 那么另一方面 就是针对那些没有被干扰到的少量无人机 说是少量 实际上进攻部队先导车 仍然可能遭到几架 甚至十几架几十架无人机的围攻 这就是乌龟壳上场的时候了 虽然乌龟壳对正面射来的反弹导弹 或者是穿甲弹 其实并没有什么防御效果 但是对于从侧后方发起偷袭的无人机 却是非常有效的 甚至我们可以看到那些 看起来四处漏风 千疮百孔 但是层层叠叠的踩钢瓦 甚至是能够连续抵挡前后几架的无人机袭击 从而保持了坦克的生存 那么对于缺乏重武器 反坦克火力极度依赖无人机的乌军来说 这种乌龟壳就成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对抗方法 甚至可以说是成了压倒他们士气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 俄军除了给坦克套上乌龟壳 还给很多的破障工程车辆也套上了乌龟壳 一方面这些破障车辆可以排雷 为后续部队开辟通道 另一方面一旦到了近距离 那就直接发射导报所 这种东西不失为叙利亚冲突中 俄军普遍开始使用的简单的打击手段 对于乌军的防御攻势中的人员和装备 有着很强的杀伤破坏效果 这样的俄军就有了一种 能够为先头部队打开突击线路的车辆 而在乌龟壳的领头之下 乌军的防御就屡屡被攻破了 缺乏坦克和传统反坦克武器的乌军前线部队 往往对着俄军狂飙突击的乌龟壳 速射无策 当然了这种螺旋式上升 转到有利于坦克的这一边 不意味着它就停了 如果说乌军它有足够的时间和技术能力 那么他们当然可以期待 携带更大型载荷的无人机 或者对现有无人机的战斗部进行改良 但是问题是乌军的FPV无人机 大多也不过是旧变装备 从杀伤威力和为战场特化的角度来说 它还是远不如俄军的柳叶刀这类的巡飞弹的 因此这就导致了乌军想要对手中的无人机稍加改进 就能够有效对抗俄军坦克这类的思路 它是实现不了的 况且乌龟壳本身也不是冲着 让坦克可以真正彻底免以无人机设计的 它主要还是用在并非最先进的坦克上 往往都是用来改装T-72甚至更老旧的T-62坦克 使得这些坦克具备很多情况下不亚于T-80、T-90的突破能力 这距离真正完美的坦克防御措施 那肯定是有距离的嘛 但是这种思路还是值得借鉴的 就目前的战场环境来看 乌军最有效地对付这些乌龟壳坦克的办法 就是出动自己的坦克与他们对射 但是乌军手里的坦克已经相当金贵了 如果还要在防御战中去大量的消耗 这仗就更没法打了 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乌军目前最大的困难和不利也就在于 总体态势就不利 不论是兵力兵器数量 还是针对战场环境快速反应的技术能力 除了后面有北约帮忙了电子战等少数领域 乌军都处于非常不利的环境之下 所以乌军目前来说也只能采取步步后退 以空间换时间了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损失最大的 就是乌军的前线士兵 因为他们字面意义上的 在试图用肉体对抗钢铁 那么至于说这对于正密切关注着 现在俄乌战场上最新技术和战术动向的各位而言 俄军的行动再次证实了这场战争的特殊性 我们必须再次强调 这场战争对于未来军事技术发展 其实它没有什么指导性意义 那些看到无人机战果多 就喊未来战场 无人机终造一切的 那些看到乌龟壳 坦克厉害了 就喊未来坦克它都得加棚了 其实都是一种简单的条件反射 甚至都不能算是思考 但是这场战争对于我们来说 确实能够提供一些新的观察点 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些由来已久的思路 再结合了战场实战经验教训 和最新技术进展的未来 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机会 好了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那么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充值观察者网会员频道观察员 输入我的邀请码999可力减10元 现在充值还有好理相送 给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